在过去两年多时间内 欧美几次成为全球疫情正中 几乎所有人的生活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 然而自2022年开始 许多欧美人民将以来睽睿已久的正常生活 近段时间以来 多个欧洲国家陆续宣布了取消所有新冠疫情限制的计划 无需佩戴口罩 无需疫苗证明 甚至感染后也不再必须居家隔离 许多国家都做好了和新冠共存的准备 美国许多州已解除了口罩令 甚至亚洲部分国家也在逐步解除防疫限制 面对当前形势有人就表示 从奥密克隆危害来看 他的致重症率和致死率有所降低 且目前国内的病例多以轻症和无症状感染者为主 为何我国还要继续坚持动态清零 大家什么时候才能回到疫情前的正常生活 对此国家卫健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 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连万年表示 从全国来看 新冠肺炎疫情仍处在大流行期 另外当前门徒疫情呈现点多面广频发的疫情态势 内防扩散也是项重要任务 尽管奥密克隆的致重症率和致死率有所降低 但是传播力很强 这种强大的传播力使感染人数基础很大 一个大的感染人数乘上他的致病率或者致死率 会形成一个绝对数大的重症群体 甚至是死亡群体 所以从相对数来看似乎轻微 从绝对数来看危害依然很大 所以还不能忽视 另外我国具备动态清零的基础 条件和能力 几年来的防控已证明动态清零是有效的做法 也符合中国实际 至于国内的新冠疫情什么时候结束 杨万林认为疫情结束需要四个方面 一是病毒变异变得越来越弱了 二是疫苗更加有效 不仅仅是能预防重症和死亡 也可以预防感染 预防重症和死亡率的能力更高 三是有特效药了 除了现有的有效药物以外 出现更有效的药物 甚至是特效药 早期就可以把病情阻断 四是国际上其他国家的疫情也在减轻 外防输入的压力变小等等 总之就是既要看病毒本身 还要看我们所具备的武器和手段 这些综合起来才能讨论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归到正常生活